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飞行的时候 要把握好诀窍了 想要再试一次的话 就来告诉我吧 好 这次一定没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次一定没问题 好 这次一定没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飞行的时候 要把握好诀窍了 想要再试一次的话 就来告诉我吧 好 这次一定没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飞行的时候 要把握好诀窍了 想要再试一次的话 就来告诉我吧 好 这次一定没问题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好 不愧是在暴风里也能掌握平衡的你 顺利通过了 接下来的测验是在蒙德城 那么我先去城里了 你也快点过来吧 好 我们也快点回蒙德城吧 可别让它等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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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 好 。 我 好 好 好 1 2 2 9 10 走 喂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我已经布置好了 我们继续考试 还是和之前的考试形式一样 穿过标记 一口气飞到终点吧 謊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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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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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 没有受伤吧 好好准备之后 我们再来一次吧 嗯 控制住风之夜 让风带着你飞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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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了 啊 没有受伤吧 好好准备之后 我们再来一次吧 嗯 控制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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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拔 喝 喝 你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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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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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已经掌握了用风之一飞行的诀窍 那么我们就开始最后一环吧 毕竟这条路已经飞过一次了呢 那么这是最后一项测试 通过了之后就可以等着飞行执照迁发了 朝着飞行执照 预备 颜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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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正在飞的人 立即就地降落 接受骑士团检查 您好 我是西风骑士团的骑士 发生什么了 请出示一下您的飞行执照 无证非法飞行 根据蒙德成治安管理法第七条第十二款 请跟我走一趟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是风会牢记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等等 我们正在进行飞行执照考试 哦 是这样吗 但在这个时候进行飞行执照考试 真是不巧啊 发生什么了吗 骑士团刚收到教堂修女的报案 怪鸟又用风之翼逃走了 所以刚才我还以为你的考生是那家伙的同伙 怪鸟 那是什么 是蒙德成里的一个惯犯 他总是用风之翼作案 所以得到了怪鸟这种外号 嗯 那家伙飞得很快吗 目前我们一次都没能追上过他 这一次本来是想用教堂里的文物做诱饵 把这家伙抓住的 可还是让他带着文物跑了 不过这次修女们已经提前用元素魔法在文物上做好标记了 但那家伙飞行的速度太快了 跟着元素痕迹也追不上他 居然是个飞行高手 那就摆明了非我安博出马不可了 嗯 那家伙往哪边逃了 据我所知 他最后出现的地点是清泉镇附近 但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 就放心交给我吧 正好旅行者也在 我们一起追上去 把这只怪鸟抓捕归案吧 别担心了 等抓到怪鸟之后 我就直接 去帮你向秦团长说明情况 不 只愿意 未经历 咕吞 不是 这是 看到开 呀 现在 结婚 你要不 投锁 如果你 这是 嫩 什么 什么 这样 你们 真不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前面就是金泉镇了,周围一定有怪鱼怪鸟的线索 它带着的文物上有修女们偷偷标记的风元素痕迹 那就开启元素视野,仔细留意周围吧 诶,这是什么 像是被掰断的树枝 说不定是风之翼的骨架,所以 并没有风元素的痕迹 看来,这就只是树枝而已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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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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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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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 碎掉的布片 有风元素的痕迹 看图案和编织方式 可能是风之翼的碎片 这样就能看出来是风之翼了吗?不愧是侦察骑士 如果真是怪鸟,那它的风之翼应该已经坏掉了 这痕迹会是怪鸟还是风史莱姆呢? 风史莱姆是漂浮的,除非有人在这里踩着它起飞,不然不可能了 有人用风史莱姆做过这种事吗? 总之,很清晰的痕迹,把这里先记下来吧 元素的痕迹一直指向了前面 难道怪鸟一直往前方逃走了? 光是这么猜,不会得出结论 旅行者,我们顺着痕迹追下去吧 前面好像有什么动静 好像是战斗的声音,难道是怪鸟? 好,快,我们赶紧过去吧 准备 好,坏 好,坏 太好了 是西风骑士团的人 秋秋人应该不敢追过来了 发生什么 真是倒霉 我们的车队被秋秋人袭击了 还好我们跑得比较快 秋秋人袭击 可周围的秋秋人营地 几乎都已经被骑士团清理干净了吧 是一个很小的秋秋人营地 和阵里隔着不远 我平时进货摆摊的时候 也会特意绕开 但是今天 突然从天上飞下来一个人 正好落在那个秋秋人营地里面 总感觉是某人经常做的事情呢 秋秋人一下子就炸了锅了 跟着那个逃跑的怪人 就追了出来 我是跑了 可我运水果的车全都被砸了 明天上队来的时候 我可怎么开张啊 怪人 是什么样子的怪人 抱着个什么东西 飞得歪歪扭扭的 嗯 一定是因为抱着这东西 它才掉下来了 真是的 没考过飞行执照吗 不许带重物懂不懂 我一定要去举报 吊销它的飞行执照 抱着重物 说不定就是带着文物逃跑的怪鸟 你看见那个怪人往哪里跑了吗 我跑的时候就来得及看了一眼 他们好像是往前面跑了 总算抓住线索了 旅行者 我们快点追上去吧 对了 别担心 我回去也会报告骑士团 把残留的秋秋人营地 尽快处理掉的 你又有一个喜悦对象 动住你 动住你 别逃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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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电一点了 别逃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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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哟 别逃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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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哟 别逃哟 逃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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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逃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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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跑到这里来了 文物上面的元素力要耗尽了 原来是这样 怪鸟一会知道自己没法处理元素的痕迹 才让手下拖住我们 是想等元素的痕迹自然消失吧 他不会得逞的 我们赶紧追上去 这里只有一条路 看来怪鸟就在前面 看前面的情况 想要追上去 只能用飞的了 但是底下有这么多敌人 飞起来一定会被攻击的 如果想要过去 必须一边飞一边消灭这些敌人呢 对了 旅行者还差最后一项考试没考对吧 是 怎么突然问这个 那么旅行者的第三项考试 就以这个为主题怎么样 原来考试内容是这样的嘛 是我专门为旅行者 现场定制的特别版 毕竟是拯救了蒙德城的英雄 普通的考试形式怎么配得上嘛 旅行者你怎么说 不错的回答 那么起飞吧 旅行者 消灭所有敌人 怪鸟和飞行执照 都在前方 怪鸟和飞行执照 消灭 possible 先这个 threat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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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